大家好,又到大師五間教路的時間 今天的市場進一步穩定 雖然未曾出現很顯著的大幅上升 或者暴運投資者會覺得蠻失望的 說美股也升上390多點,廣估只有8多點 但又看回內地股市也是反反覆覆 反而今天最穩定的就是股王騰訊 浪高了10元之後,一直在335元樓上 其實昨天的震盪大好機會讓大家入市 鬧貨反彈 當然,這是反彈的 但我估計股價應該有機會上到大約350-360的位置 也算是一個不錯的投機機會 最簡單,只是一個原因 就是它的股價跌到320元 過分反映了業績 因為之前市場股價的預期 業績已經反映了會出這個數目 反而大行預期就不用理會了 因為基本上他們都沒有那麼快會更新 所以預期其實是比較上過分樂觀 而業績前股價跌到這麼深 即是市場和股價 他們預期的業績其實是比較差的 OK了,現在出來了 始終我會覺得就不是想像中那麼差 可能下一季才會再一個反映 現在應該這段時間就要觀察著它的業務的推動 以及政策上有沒有一些新的不利因素 那騰訊的業績完了 股價做完低位 正正好就會營造這個反彈 另外有一隻就是聯想 這次的業績也是在對上一次出很差 一層八彩的時間 我都跟大家說 先看看這季先 基本上它的逆轉其實已經有跡可尋 加上入數的方式 會計算到 其實業績這次是會大幅改善的 當然來到這些位置 4.8、4.8多 它之前下來的一些阻力位大約在5.2左右 現在這些位置反而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不買了 即是圓坑一面 但是如果有回套的 又可以後低位才慢慢存 但是都是那句大家一個取捨 紅市裡面我就一股不留了 短線或者我會有炒作 你從年初到現在 或者對上一次公佈月跡 很多人問我 是不是要將聯想估出去 是不是只是買騰訊 我曾經回答過大家一句 如果聯想和騰訊去選 在那一刻 我一定是選聯想 不選騰訊 這些就是基本分析 預期的市場仍然維持看法 下半個月 指數和大部分的股份 會有機會出現一個比較好的反彈 上回高位結算